刘强东儿女曝光 农村出身的人 与如今的富二代王思聪是天壤之别 刘强东能够有今天的京东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可以想象一个农民白手起家 做到今天的成就难于登天 但是刘强东就去做到了 刘强东在上学期间 因为家里贫穷 上学的学费家里都出不起 还是亲戚们东拼西凑给凑出来的 都说寒门出栋梁 刘强东学习非常努力 成绩也是非常的优秀 努力学习知识 也为他现在创立的京东 提供了知识的积累 刘强东的白手起家 类似于马云 都知道马云的阿里巴巴非常厉害 在美国都上市了 可谓是国人的骄傲 马云本身只是一个英语老师 与现在的成就 好像有些驴头不对马嘴 但是就是这样的创业精神 可以消除一切妨碍 走向成功 马云和刘强东还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颜值有些差强人意的 其实刘强东的京东 还要感谢另一个人 就是他的前任妻子 龚小金 两人在大学时相识相恋 毕业后两人一起创业 京东就是两人名字的结合 不过因为龚小金 家庭背景强大 他的父母看不上穷小的 刘强东 两人最终分手 如今前期龚小金的父母 一定会后悔 自己当初的眼光吧 放走了这么优秀的女婿 但是后悔也已经为时晚矣 刘强东现在和奶茶妹妹 张泽天非常的幸福 张泽天因一张手捧奶茶的照片 在网络迅速走红 其青春可爱的外貌 被网友称为奶茶妹妹 成为了许多宅男心中情人 但是奶茶妹妹却又让无数男生心碎 竟然嫁给了大自己20岁的刘强东 这个年龄差简直可以当自己的爸爸了 但是如今年龄倒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不得不说 小小年纪的张泽天眼光是真的好 婚后的张泽天非常的幸福 经常和刘强东一起出席各种场合 成为了京东地老板娘 小小年纪有如此大的成就 真是让人羡慕 关键是人家也不是看上刘强东的财富 而是刘强东这个人 每次出席活动 张泽天总是一副迷媚的样子 看着刘强东 现在两人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两个人对于孩子的保护也是做得非常好 没有让孩子罢光在镜头前